举个例子 大家修六字气诀 自己烦恼了 情绪起来了 要发脾气 修六字气诀 你们不发脾气了 不发脾气了 这是什么 这是自用 自受用 我通过老师教的 师父教的这个方法 我自己不烦恼了 有烦恼的此案到达了 不烦恼的彼岸 利乐了自己 当一个人 他不修六字气诀 你见到很烦恼的时候 能不能让他 立下不烦恼 那要怎么做呢 你要用空色力 你要用空 首先他的身体要空 你的身体要空 在这个里面 他的肝里面的气 是郁节的 是樱幕的状态 你能否用法界 空明的氯气 氯光 透过他的身体 直接作用他的肝脏 使他的樱幕 施木头 变成肝木头 肝木头 变成明空的绿色 他如果 五蕴皆空 照见 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他心肝脏肺肺 里面的五脏气 都达到透明的绿色 透明的红色 透明的黄色等等 那么他就没有烦恼了 你就真正的利乐有情了 这就是什么 空碑力 空碑力 那你必须能够调动 法界 空明色 你才能 并且把他的身体光空 你才能够使 外法界的空明色 透过他的皮肤 透过他的脏腑 进去他的五脏 瞬间 使他的五脏的阴阳 产生变化 变成透明空色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 什么 苦 他瞬间 什么 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这就是空碑 这就是空碑 使他 一个凡夫 能由执着 放下执着 变成空 变成明体 谁的功劳 菩萨的功劳 谁是菩萨 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菩萨 什么是活菩萨 能做成这件事的人 他就是在人间的活菩萨 活菩萨不是你们在空里拜的活菩萨 是真正有这种空碑力 空色力的大德 无论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 他就是活菩萨 他就能救苦救难 他就能真实的利乐有情 所以我们真正的 我们这个平台的教学 就是教给你们这样的理论 教给你们这样的方法 我们每次法会 都有一个赠圣灯 赠明灯 我们今天是送地藏菩萨的明灯 常明灯 在六道里送 六道里都有地藏王菩萨 六道众生都幽明 什么叫都幽明 都不明 不明心 不坚信 所以还是六道众生 你即便是天道众生 你也需要破幽明 不是只是我们人道众生 或地狱众生 恶鬼道众生需要破幽明 这个叫大明大白 叫真实的明心坚信 所以你要赠地藏菩萨的心灯 到众生的黄庭 心中心里面去 你把你自己手中的 有色的灯 画成无色的灯 画成空性的明灯 空性明灯里 还真要有空明力 刚才说要有空色力 真能画出来 你光凭大脑不行 所以借助法界 做法会的诸佛菩萨来的力量 就很容易去做到这一点 那么把这个赠 画成千千万 赠给你的过去七世的父母 今生父母 无论他活着 这个还是死了 都赠灯给他 众生兄弟姐妹儿女 都赠灯给他 无论死活都赠灯给他 法界一切有情 过去世的如母众生 都赠送明灯给他 赠明灯的目的 只有一个 绝有情 让他明心见性 见自己的本来面目 然后这是佛灯赞 在这个里面 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在各道里面 相安无事 在各道里面 只有享乐 利乐有情 没有痛苦 没有不安 同时要觉醒他们 不要再迷灯了 要明心见性 要去极乐世界 要去成就圣道 度自己有缘的众生 这叫空碑 不是每次法会 就在那哭啊哭啊 流眼泪啊 这是不是碑 是碑 是凡间的碑 不是大碑 大碑一定在空明里面 不自觉地流眼泪 那眼泪滚烫滚烫 是因为你的心里面 热乎乎的 用滚烫的泪 去忏悔自己的业障 但是在碑里面 自己心不动 这叫空碑 不是这个碑的不得了 看见个蚂蚁也在那哭 看见路边死了一只鸟 也在哭 这不是空碑 这是碑魔入先 要注意 有一些学佛的人 见到什么都哭 可怜可怜 这叫碑魔入先 已经染了 已经执着了 不是真正的大碑 不是真正的空碑 本来是 再次 靠近